为了找到实现财富自由的大金块 这两个年轻人放弃一切来到危机四伏的荒野 胡子长的叫戴尔 胡子短的叫林顿 两人是一父一母的亲兄弟 原本的生活都不如意 后来在一位地质学家朋友的介绍下 他们抵制家人的反对 好光积蓄租下一个偏远的矿区 就在这里曾出产过 价值百万美元的大金块 虽然没人真的见到过 但兄弟俩坚信是真的 则他们已经开车来到营地 将最后一件物资放好后 接下来他们终于可以正式寻宝 两位业余选手来说 其实不算敌 他们虽然有点冲动 但毕竟还有家庭要养活 而是往往死是两人的底线 也是他们从业余变成全职的门票 为此兄弟俩还做了一些准备 以至这台迷你装载机 就是他们的秘密武器 不过高达两万五的价格 让武器随时可能变成负担 再起离家时家人们一一不舍 和充满希望的延伸 兄弟俩决心找不到黄金绝不回去 回到现在 在戴尔寻宝之前 李顿先驾驶迷你装载机 将别人的植被和杂物清理干净 别看设备不大 但效率很高 没一会就清理出一片空地 戴尔寻宝拿探测器开始寻宝 他有点紧张 但更多的是激动 第一颗黄金的个头会有多大 价值会有多少 未知的一切总是让人心神向往 不过很快 一颗富安基础物质的石头 打断了他的白日梦 开具不利才是常态 时间一秒面过去 兄弟俩的兴奋开始慢慢消退 难不成第一天就要空手而归 这个打击可有点太重了 这场人探测器终于发出信号 这次声音听起来像黄金 戴尔寻宝拿探测器不太方便 于是便让兄弟蹲下挖掘 既然真是金子 虽然个头小的不能再小 但作为本赛季第一颗 兄弟俩还是兴奋不已 因为他们都知道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又过了一个小时 林顿的探测器也想了起 这次轮到戴尔挖了 这颗计划的个头就稍微大了一点 重量点有个一刻 价值估计超过了50美元 连续两颗小金类的出现 让兄弟俩心中大石头总算落下 这边况去确实有黄金 看来地质学家朋友并没有骗他们 既然如此 那就上第二个设备吧 这是一台小型的干湿骨缝金 原来很简单 透过振动将密度更大的黄金给分离出来 而下一秒 迷你装载机的真正用途也重于显现 看来这两兄弟并不像表面的头脑简单 而是初总有戏 金黄和金沙一起挖 说不定还真能让他们大赚一笔 也不是过了多久 两人回头土脸的关掉机器 收集金矿沙 稍微往盘子里加了点水 兄弟俩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结果 盘子里竟然几乎没有黄金 这个不是什么好消息 同样对兄弟俩的打击也是巨大的 一看他要马上落山 他们决定结算今天的收购 有意思的是兄弟俩还挺有仪式感的 竟然没用电子秤 最后的结果很快出来 只有可怜的168美元 君俩很失望 因为这点收入还赶不上 支揭在城里的工资 这样下去可真不行 这兄弟俩疯了 为了找到传人中价值百万美元的大金块 他们竟然辞掉工作离开家人 来到距离城镇600公里外的无人荒野 但理想很美好 现实却很残酷 新务工作了一天 俩人今天才找到价值168美元的黄金 甚至还不如之前上班挣得多 看着眼前少得可怜的金子 兄弟俩只能收起之前的狂妄 更加努力地寻找黄金 时日不惜在晚上也要找 要知道澳大利亚荒野的夜晚 可是十分凶险 无数毒蛇猛兽都开始活动 要是一不小心被咬了一口 估计往回走都来不及 而为了确保安全 兄弟俩在矿区中心生了一把大火 并因此为半径搜寻 一旦有什么意外 可以第一时间来火队旁边保命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则是四周安静的可怕 只有探测器不断地发出声音 突然变化的声音 被虚保人黎顿第一时间捕捉到 但安全期间 他没有第一时间跟下挖掘 而是软头将同伴喊了过来 等对方将充足的照明打到地面上后 黎顿果断上前将暗示的草根给拔掉 探测器再次扫过 声音大了一圈 这兄弟俩第一次听到这么强烈的信号 他们都很激动 结果出现那一刻 兄弟俩差点气昏过去 竟然是一颗毫无价值的金属片 冒着生命危险 在夜晚寻宝得到的竟然是这个结果 个谁都恐怕无法接受 转四个小时过去 聊手空屋的兄弟俩 亲屁立即到我营地赶去 但相比于身体上的疲惫 个人难受的是心理上的摧残 但更让兄弟俩没想到的是 他们家竟然还被偷了 原来对方拿着东西就要跑 带着提上杀利摩托去开始追赶 一边追还一边喊 但对方本就是亡命之徒 怎么可能会轻易停下 休息之后他再次回到营地 此人的兄弟林顿正在清点物资 叫他们回来了及时 最后只有价值30美元的燃料被其带走 并且对方匆忙跑路时 还丢了一把价值10美元的强光手电筒 这一来二去损失便只有20美元 虽然不多 但对于一天仅收获168美元的两人来说 也不算少了 平复好情绪后 带着从兜里拿出女儿用过的奶嘴 心中对黄金的渴望更加强烈 所有两人偷着疲惫的身体 再次回到火堆旁边 今晚找不到黄金 就不睡觉了 这所谓功夫不会有心人 虚忧之后 他的机终于再次发出强烈声音 第二个月第一个笑捧鸡 第二遍激动像头马喊了过来 一颗重量超过三颗 价值超过300美元的金块 让两位菜鸟激动响云 或许在老空中眼里不值一提 但对于刚刚经历挫折的他们 如同九汉同甘霖 看来今晚应该可以睡一个好觉了 隔天一早 没睡几个小时的两人 再次爬起来去找黄金 今天他们的目标 是矿区的另一个角落 不知道这里能给他们带来什么惊喜 而为了能更加高效的挖球黄金 却用两人每天的工作 分成三个步骤 随时拟断驾驶装载机 清理突然旁边的植物和技术垃圾 然后让戴尔拿着探测器 搜寻大块黄金 最后将装载机清理过的矿杀 丢进干涉骨缝机里 不过在第一步的时候 下身开挖 倒霉的是 这并不是黄金 而是一个重金属矿石 戴尔失望地将其丢掉 近日便继续寻宝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当日情被消耗干净 驱动俩人前进的 只有对家人的承诺 但眼看靠探测器 根本找不到黄金 清理俩只能将希望 再次寄托在干涉骨缝机上 希望今天矿杀里 能有更多的黄金 结果身份伤人 竟然一点黄金装机都没有 看来今天找到这片矿区 并不行 一往前去后 就俩再次投入工作 这一次一遇到太阳块洛杉 戴尔才又有了发现 现在他也不敢保证 是黄金还是重金属矿石呢 终于再次看到黄金了 虽然只有一点点 但却已经让男人激动地 打喊了起来 作为新人 他们没有背景 没有经验 靠着只有一腔热血 和对黄金的执着 而从小经历 到大金块 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现在见看兄弟俩 能不能坚持得住 早夜又到了结算收获的时间 多亏昨晚上找到那颗小金块 要总中来到了五克 价值更是接近370美元 虽然不多 但却是在不断地进步 或许很快 他们就能找到更大的金块 注意看 这个坑里有黄金 男人用力跑了几下 本位已经将其挖了出来 但没曾想 探测器再次扫过 声音变得更加嘈杂 一时间 竟然无法确定黄金的具体位置 男人急坏了 他急忙地蹲下身 开始用排除法寻找 但奇怪的是 声音又消失不见了 男人睡觉懵了 在其中拿下探测器又扫了一遍 声音还是那般嘈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忽然男人灵光一闪 接着茶药自嘲地笑了一声 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这应该是一片矿物质丰富的土地 其中一些技术物质 会使探测器发出错误信号 其实仔细听 就能听出来 跟找到金子的声音不同 按理说 这应该是每个淘金人 都应该知道的常识 但戴尔刚刚因为太激动 一下给忘了 此时他正尴尬地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全然不知道 真正的精气 正在赶来的路上 这一期训练俩将迎来丰收 回到现在 搭档林队在使用 迷你装载机的过程中 出现意外 占这两万五千美元的机器 突然抛锚让他十分紧张 不过等戴尔过来检查后 发现值薰金一场 换了林阶就行了 只不过送过来 要三天的时间 这期间 两人应该一起 拿了太子机寻宝 这所谓赛物是马胭脂飞狐 工作没多久 太子机竟然想了起来 这两人第一次 这么快找到黄金 戴尔兴奋地将林队叫在身边 这是一颗瓜子大小的金块 俩俩很开心 但更让他们开心的是 高走没几步 他的鸡又响了起来 这次声音明显比上一次还要大 同伴林队高走没几步又转头回来 他脸上没有不难烦 只有更加的激动 这颗金块只有上一颗的一半 但即使这样 俩俩还是笑得合不拢嘴 下一秒就更加热心地寻宝 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 他的气悠悠又响了起来 这次目标是树根 声音强烈且美妙 看来兄弟俩的新人礼报是送到了 这一颗跟第二颗差不多大 一炮三想 让兄弟俩对脚下的这片土地更加重视 果不起来 但是一转身 他的肌又响了起来 第四颗鸡块的个头比前三颗加起来还要大 李斗拿在手中激动的手带在颤抖 这个金块价值估计超过600美元 不认为这已经是今天的上限 那下一秒 他的心又又又又发出强烈信号 这绝对算是一个大金块 两兄弟词已经露得找不到本了 哪还有心思继续工作 牛头就往银体跑去 这一次真得上电子秤了 左中车2.61一盎司 也就是80克左右 看来好日子马上就要到来了 先用钻机将石头给抠下来 然后再将其放在盘子里 最后再用人工和机器将其碾碎 等钻完这一切 再往十分里加点水 最后出现的一幕让兄弟俩激动不已 盘子里步的步少 正好有一颗金粒 别看个头小 但其背后可能代表的是金矿脉 所有兄弟俩顺着石脉 继续向前搜寻 走了面多久 以前出现了更大片的石鹰石 颜色看起来还不错 目前虽然没看到黄金 但兄弟俩已经很开心 沿着他们拿出装备 开始往下钻 过程中 俩人还同时取了好几个点位的样品 将石头拿到手后 兄弟俩马步兴举回到营地 再次将石头都变成石粉后 他们在盘子里加了一条水 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来 以前盘子里竟然一点黄金组织都没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们说兄弟俩又盼到失误了 连续几天都没有任何的收入 巨大的压力即将将他们给击垮 但这所谓不破不利 隔天兄弟俩直接贷款 做来了一台更大的装载机 找不到大计划 确定是因为其埋得太深了 有了这台机器 连接近绝对能嫌疑翻身 隔天坐在机器头预作 但没错想 他的机器还真有了发现 只不过不是黄金 而是一颗金属垃圾 兄弟俩很失望 但更让他们失望的是 所有的几天也是如此 也看游泄戒底 兄弟俩只能将手里的黄金 全都拿去卖钱 但最惨的是 回来路上油都散了 哥俩眼泪都差点流下来 这也太难了吧 甚至是因为这个矿区太倒霉了 就两人收拾东西 转眼几天后 他们再次探着新的矿区 据说此时两人已经把能卖的东西都给卖了 连倒霉矿区都给低价转出去了 现在是全新的开始 所有两人迫不及待开始工作 离期中午 他的机器终于想了起来 啊 P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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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Come on 啊 啊 You kidding me 啊 啊 时隔多日 他们终于再次找到黄金 男人激动的都哭了出来 这是一个价值255美元的金块 他的出现让两人再次燃起希望 这下又该迷你抓载机登场了 不要问问这玩意为什么没卖 因为亏太多不舍得 接下来的时间 两人又找到两个小金块 要知道这才是他们来这里的第一天 看来选择真的比努力更重要 如果给你一个机会 你会比这兄弟俩挖的黄金多吗 这绝对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寻宝兄弟了 别人都在赚钱 只有他们在亏钱 到底是什么样的鬼运气 让兄弟俩不得不提前结束投金 今天一大早 两兄弟就像往上一样寻找黄金 此时军地上一次找到黄金又过了一个周 这期间两人不但没有找到黄金 还疯狂地被这片矿区给戏弄 就要现在 探测器发出强烈声音 虚宝人满怀期待将其挖开 但得到了只有一颗毫无价值的金属垃圾 这种感觉就像蛤蟆跳在脚背上 虽然不咬人 但恶心人 但这依旧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应该稻草 很快 探测器就想了起来 虚宝人戴耳本来已经不抱希望 但这一次声音听着却不一样 保鲜期间 大家兄弟老林叫在了身边 接下来就会见识奇迹的时刻 注意时不要 Oh, it's still in the hole bro and it's getting louder Oh, come on Come on Please Oh, it's blanking man It's blanking Oh man It's a good sign It's still in the ground It's out Yeah Had a bit of depth It's the moment of truth mate at that depth I'm not seeing it being rubbish but you know how much rubbish we've pulled out of these holes yeah look all these flies mate oh really are you kidding me 当谜底揭晓的那一刻兄弟俩已经麻木的意识突然变得十分清醒身体的疲惫也瞬间烟消云散实话说这颗金花的个头真不算大不过对于倒霉兄弟来说已经是天赐的礼物此时他们又只冷起来了本来计划太阳落山就停工但第二颗黄金其实没有出现兄弟俩果断绝对加个班但是不加不要紧一加还真出货了只不过这颗金子的个头小得要可怜要是跟别的寻宝队可能都不会当着素材来拍但对于倒霉兄弟来说确实是为数不多珍贵的影像资料隔天一早兄弟俩再次回到 发现黄金的地方这一次他们的目标变成了土壤小机转载机和干湿古风机再次运作前几次情况都很糟糕兄弟俩希望这一次会有奇迹出现但当他们将提炼完的金矿沙人工冲洗之后再到结果却成为了压死落草的最后一根稻草一点黄金踪迹都没有这一刻两人淘迹梦想彻底破灭他们脑子里同时浮现了四个字及时止损至少闹剧确实该结束了要是再这样挖下去房子都得是银行的了看来澳洲遍地是黄金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普通人根本无法 赚到大钱只有那一小撮人能找到黄金而他们高的是资源和背景话说回来如果兄弟俩有上个寻宝兄弟那肥的流油的矿区那他们也会赚得盆满钵满但事实上兄弟俩可能连参与矿区竞标的资格都不会有好了倒霉兄弟的冒险结束下期咱们来点狠祸这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据说里面有价值连成的黄金希望老睿和小美来到此路扎营他们先到第一晚就为鳄鱼拜访都会俩人还没睡着不然此日估计已经被鳄鱼死亡残绕了因为灯光将鳄 鳄鱼去住后两人之下是一点也不困了好不容易坚持到天亮后他们赶紧收拾东西继续往荒野深处进发相比鳄鱼等野兽的威胁他们更怕的是找不到黄金车子穿过溪水来到一处草地沿岸前方一处峡谷制约告诉他们此地应该会有宝贝于是他们停下车子一人拿一个探测器开始寻宝过程中老睿不经意抬头看向峡谷对面对地质学朋友了解的他认为此路肯定会有黄金 所有时间探索器发出声音业症他的猜测 赛季的第一颗金花就这样出现在他们眼前高度虽然不大估计只有两克但对于两人这种独立团队来说已经非常不错要绕除了人骨以外他目前最大成本就是燃料了将黄金收拾后两人继续开搜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小米探索器终于响了起来声音有点大他有点兴奋 第二颗金花个头小的可怜看来是雷声大有点小小米一时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但更让他尴尬的是下一颗金花个头更小如果不是眼神好估计还真找不到另一边老睿还是比较给力的 他饶着这颗金花个头要稍微大一点不过也就那样目前来看只要靠走量了接下来的几天两人可谓是火力全开一颗接一颗金子不断出现球最大的有瓜子拼那么大故意价值不菲 本以为这片矿剧也就这样了可谁能想到下一秒小米进入探索器发出强烈的声音老鱼听到后也很兴奋这次肯定不是雷声大有点小了 果不其然这颗金花的个头已经成功登顶不过对于我来说在看过大金花后对这种小金子已经没有感觉不过对于老锐两人这种野鹿子来说已经算是非常成功了 大多数熊宝人可能连油钱都挣不出来这里可以给你们剧透一下后面他们也有大发现了转眼时间来到本周的最后一天熊宝人开始结算这一周的收获可以看到黄金个头虽然都不是很大但数量还可以1.34盎司也就是41.5克黄金燃料钱肯定是挣出来了但至于收入兄弟们帮忙算一下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里是世界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但同时他的金黄资源也极其丰富虽然仅用一个周去找到41.5克的黄金虽然已经不少但想要实践财富自由还远远不够 此时两人重新找了数地方继续搜但岛内的是车钥匙竟然被老锐给丢了此时他十分自责按理说这种人机喊着的荒野根本没有拿钥匙的必要 老锐一边后悔一边用他的去远路返回的寻找这一次他收的不是黄金而是俩人的命与此同时小美也没有坐以待毙因为手机没有信号所以他只能爬到高处是总打电话求助 是一分一秒过去老锐很快又走到了车子跟前这个大很绝望因为探索机还没有想起来这个说明钥匙真的找不到了现在只能期待小美那边能有所进展不然这次估计就要命丧荒野了没多久小美买得轻松地向他走来从来表情就能看出既然还不错重要已经发出接下来就是漫长等待了此时老锐突然想起距离此处不远有个水潭水底所并可能会有黄金并且还可以顺带几个澡别让他天气让小美无法拒绝所有两人来到水潭旁边水潮还不错看起来确实是这个洗澡的好地方不过在下 潭水之前他们要先确认有没有鳄鱼在插开山体之间的一些缝隙中也没有危险后俩人脱掉衣服进入水中清凉的潭水让水潭而睡见一扫之前的疲惫稍微游了片刻他们正式开始寻宝老锐通过憋气潜到水底他的目标是水底这些石头表面的小坑里而小美则能拿水下探索器在潜水去寻宝长远一个小时过去俩人一点收获都没有他的次数真的没有黄金老锐和小美有点失望不过好歹这次也洗了个免费的澡不管怎么说也不算亏刷衣服回到车子跟前后此时 出发前需要的地点没有之前俩人特地绑上了护腿这是最容易被毒射攻击的位置如果一旦被咬到就算是前往最近的音乐估计来不及全部武装后俩人一切以后出发了一个小招物俩人到达目的地的边缘而太阳已经来到头顶温度也慢慢升上来了为了接受提议他们的离时决定现在就开搜但黄金怎么会这么容易找到又过了一个小时探索器才终于想起来 这是一个小的可怜的金粒 他的出现让老烈的脸上终于挤出了一丝微笑 时间紧迫天前两个小时他们就要往回走所以真正寻宝的时间并不多 不过幸好他都继续想了起来第二个情况出现得很及时不过个头不大另一个小美他都继续想了起来 这颗金子的个头同样不大 但这所谓质族常乐这两天已经很倒霉了能赚点就赚点吧 从而距离天还有一个半小时修人步都由一直远路返回 高到营地执人机就抵达备用钥匙直接空域过来 学宝人兴奋的拿到钥匙后一开始减算今天的收入 三颗金子内的2盎司6.2克的黄金确实有点惨 不过接下来他们要继续前往黄野深处 只去找到黄金资源最丰富的宝地 这是我见过最倒霉的寻宝人 心里天天来到危机四复的荒野 本来想找到黄金大赚一笔 但现实却给了他们狠狠一巴掌 此时时间已经过去一个月 看着都累少的可怜的黄金 寻宝老瑞和小美都在崩溃边缘 一番讨乱后 两人就最后的希望 仍给了眼前这片大名弟弟的老矿区 从上个司机曾有无数淘价人在此发家 不过他们的采光手段都比较落后 两位续宝人小皮借手中最先进的金属探索器 找到仪式的金块 他们能成功吗 让我们市民以待 续宝工作很快就展开 两个分头行动扩大搜索范围 很快老瑞的探索器就响了起来 今天第一颗黄金 重量估计得超过六颗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老瑞则两眼放光 心中的期待值也直接拉满 另一遍小米也有所发现堆下开挖 不过还没等他找到黄金 老瑞这边也开挖了 但倒霉的是 这次不是黄金 而是一根铁棍 还是看小美这边吧 好家伙 他竟然也是个金属垃圾 这就是他所老矿区必须面对的问题 虽然两人系统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当所有的记忆都变成失望 还是很难扛得住 专业两天过去 看出出超多的垃圾 小美彻底崩跪 他也是不知道 自己是来挖黄金 还是来解垃圾的 人无可忍 无需再忍 小美其中走到老瑞 由于态度不好 所以把老瑞也惹火了 一番正常后 两人不欢而散 老瑞他都在石头上 他则已经看不到两人的未来 感觉这一次淘金之旅 可能要提前结束了 后面来到小美这边 则他一气之下走了很远 甚至走出老矿区的范围 不过他并没有休息 而是拿起他能力继续搜 本来是赌气 但每次讲 这不搜不知道 意思是话真有东西 他竟扫过一片荒地 发出强烈的声音 如果不是就垃圾 那肯定就是大金块的 这一个重要超过时刻的金块 他出现就像一场即时雨 小美一扫之前的怒气 一个劲跑到老瑞身边 对我看到金块后 也是默契了 将刚刚的争吵抱着脑部 接着他们一块来到 发现金块的地方寻宝 没多久 小美他的机器就响了起来 不会真被他找到了一处 未被开采过的宝地吧 又是一个个头不散响的金块 重要估计得超过10克 不过相对于黄金 更让两人开心的事 这只是开始 专业实验过去一个周 终于等到节奏收获的时间 倒门了这么久 两人对着一刻的到来 十分激动 4.66奥斯 144.46克黄金 真一年不开张 开张吃一年 不过这还没完 讲了几颗个头 大的放上去后 重要来到了5.74奥斯 也就是178克黄金 看着眼前的黄金 俩人笑得合不拢嘴 这下应该不会再离开了吧 到底是多大的惊患 能让薛宝人开心是这个样子 你绝对想不到 这片土地下面 竟然有无数价值连城的黄金 薛宝老锐和小美 从同好口中得知后 兴奋地前往 但没想到 还没到达目的地 车子先漏油了 一个黄金就在眼前 他们能成功找到黄金 并安全将其带回去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 回到现在 车子停下后 老锐站到车底下 查个问题所在 他有点欺负经验 但很快 就看出自己解决不了 没办法 只能掉头回去了 随着距离 最近里一定 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希望在那里 之前游戏暗得扛得住 天一吊打的开了一个半小时 俩人终于到达营地 这里算是一个补给站 为什么大胡子 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修理工 他很热心的上线 查个车子的问题 幸运的是 这一次问题 并没有像薛宝人 想的那么严重 只不过是管子松动而已 大胡子仅用半个小时 就将其修好 虽然二十分感激 但此时他们没有时间了 很快 车子再上路 联机中午 老锐两人 左手的达目标地点 不动废话 两人一人一个探索机 奋斗行动 但没想到 对象挖斗黄金的 竟然是小美 只有一颗小计划 就可以让女人如此开心 训练们都学会了 所有的时间 小美先开挂了一样 下一秒又有了发现 这个情况个头不算小 重量估计得超过一颗 老锐好奇又过来查看 他有点尴尬 也看时间一分一秒流失 他必须要抓紧些搜寻 但没想到 他刚走出去没几步 就又听到小美 探索气的声音了 好家伙 这是吉利附体的主意识 这一次金块个头 算是今天涨到最大的了 小美估算的重量 得超过8克了 假之更是得接近400美元 老锐看这金块 越来越着急 也看他有多落山了 今天不过一点收获没有吧 这两个探索气发出美妙的声音 老锐气都拿着搞出开挖 好家伙 要不不出 一出就来个大子是吗 此时不光老锐傻眼 小美也懵了 这不想办 这是他淘气生涯 见到过最大的一颗 这条旁边还有一条小鹤 两只大金块冲死了一下 在北面的牛腿清理干净后 这块变得更加漂亮好看 只要时间来到前段时间 谁能想到 今天这颗大金块的重量 就高达5.98盎司 也就是185克 在其他的收获放上去后 总重来到了6.6盎司 也就是204克黄金 一天就找到这么多黄金 不得不说 薛宝老锐和小美 终于要开始转运了 谁能想到 上个周刚找到一颗 重达200克的大金块 这个周竟然又有了大发现 这男女搭配的薛宝组合 看来是真走运了 上一期咱们说到 老锐和小美 找到一处肥的溜油的宝地 因为长大的甜头 所以这一期 他们绝对继续在这里挖掘 此时车子再次启程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 还没抵达目的地 一面 竟然使来了一辆陌生的车辆 老锐俩人身份警惕 通过交代他们得知 对方是逃进的同行 但由于都里装了大量的黄金 老锐俩人没敢与其过多的接触 告别对方后 老锐有点不好的预感 下意识深踩油门 有惊无险地到达目标地点后 俩人碰不接待开搜 是一分一秒过去 俩人都在期待 今天第一颗黄金出现 测测看 这一次是能先拔的头筹呢 只要一个半小时过去 老锐探索器 最先发出声音 这是一个客套还不错的小金罐 突然估计得超过两颗 老锐兴奋地将发现 黄金的事情告诉小美 对方也很激动 但也变得更加着急 虽然是一个团队 但心底似乎都在较劲 幸运的是 没多久小美 探索器也想不起来 第二颗金罐颗头也不算小 估计跟上一颗差不多 老锐兴奋走过来查看 两人互相交换 连上都露出的笑容 但这个笑容没持续太久 有时候就看来一辆陌生的车辆 老人感觉很眼珠 这正是今天来时碰到的那个人 对方目的不纯 小美估计是盯上他们两人兜里的黄金了 两边互相注视了一会儿 对方便开车离去 这让小美松了一口气 不过危险并未解除 接下来的时间 他必须加快搜寻速度 找许尽早回到安全的地方 继续搜了没多久 第三颗 第四颗 第五颗 越来越多黄金开始出现 来又来抓激动的小罐子 果不其然 这一颗激化的重量 已经超过了20克 老人两人很开心 心情的紧张也在不知不觉中 慢慢消散 大激化的出现 让两人放弃离开这里的念头 甚至是绝对假里班 转一几天过去 居宝人想无视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 他们要在这里结算 本周的收获10.5盎司 也就是325.5克黄金 这对于这两人的小队伍来说 已经算是大丰收了 虽然很开心 但那块宝地已经搜完 接下来 他们必须重新启航 看来 想找到一处宝地 似乎比找到黄金更难一点 看看眼线 这满满一盘子金块 日须往日花了7天时间 在荒野挖到的 但他们似乎并不是很开心 因为此时距离赛季结束 还有两个周 而他们 还需要再找到186口黄金 才能完成目标 更糟的是 两人目前还没想好 要去哪里挖 一番思考后 老人决定去投奔自己朋友阿杰 但没思想 等两人到达之后才知道 对方过得更加糟糕 高价坐下一片小逛区 又买了不小设备 但现在连成本的十分之一 都没挖回来 老人越听越可怜 于是决定帮助一下对方 接下来两人拿了探测器 开始探索矿区的其他区域 找到的黄金五五分成 看起来似乎是个不错交易 但对于老人两人来说 其实还是亏的 因为他们可能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最后甚至找不到黄金 但是老人没想到的是 工作刚开始没多久 就是他才继续发出不错的真意 老人又结异形 虽然便拿起搞头开始挖掘 也看搞头直接伸手异出 老人气坏了 实际上想到这边图的竟然如此之一 他有种不好的预感 关门的朋友 自己用挖杰机挖金子 看来他这边矿区 底下全是石头 这样下就可不行 老人找到阿杰 出没问题之后 阿杰满脸都显着理解 为表示早已准备好了手机转和发电机 就等着你来要的 而与此同时 小梅那边也遭遇同样的问题 不过在他搞头挖断之前 老人已经拿着手机转到来了 虽然过程前新 但结果还算好的 今天挖到第一个机转个端还不错 估计重要得超过三颗了 岩石区虽然很难挖 但可能会有大型块 所有两人也慢慢开始期待起来 这条磁石探索机就想了起来 手机转暂时开始工作 黄金很快就被挖出来了 第二颗金块 个头也不算小 估计比上一颗还要大一点 按照这个出击速度 这一次的帮忙 很有可能会让学宝人打转一遍 但他们还是高兴太早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小梅探索机再次响起 但这一次情况有点不同 因为他脚下有很多铁矿石 这又导致很多虚假的信号 虽然跟黄金很像 但仔细听还是能发现不同 小梅忍受不了噪音 于是换了一处泥地属 很快便有了发现 这个机会 似乎被其他岩石给包裹住了 虽然很难辨认 但一些还能看出是黄金 小梅很开心 而另一边 老肉也有了发现 但这个机会 个头更加好辨认 个头也更大一点 估计得三四克左右 但软压土地还是少 难怪小梅又找不动了 没办法 他只能需求老肉的帮助 发地机和钻机 再次反场 这次目标埋得很深 机会的个头有点不达油漆 看来是白费这么大劲 转眼世界过去一个周 掉所有的黄金 都倒在电子身上后 已经的数字 让寻宝人有点难受 只有6.9盎司 28克左右 先知道为什么朋友会破产 他这个矿圈黄金含量太低了 看来这个猫 只能报到这里了 接下来寻宝人 还有最后一个周的时间 现在精力目标还170克 你们觉得他们能成功吗 这个男人疯了 他竟然不想和美女搭档 一起在荒野挖金子 现在满脑子只想回家 而个力不得是 为了能尽早回家 他竟然还懒得去 取找新的矿军 而选择继续在朋友 这片贫瘠的矿军里寻宝 作为搭档的小梅 虽然很不能理解 但只能陪着他继续在这里挖 可而谁也没想到是 这片矿军 小美满血复活 她的方向是对的 今天怎么说 应该也比老瑞挖得多吧 另一边老瑞这边 却开军不虑 但探索器先圈裂开了 因为没有备用的 所以只能跟小美打上招呼 然后独自一人 调碎地的城镇 还没赚钱就开始花钱 小美压力有点大 他现在需要找到更多金花 才能把窟窿给补上 时间不知不觉 过去一个小时 小美探索器 终于发出不错的声音 这个金花个头相当不错 估计都有六颗左右 应该能补上 买些圈子钱了 与此同时 老瑞也回来了 他看着小美找到黄金 心中有点自责 随后变化着新装备 火力缺干的搜寻 接下来的时间 俩人车里转运了 一颗金一颗的金花 不断出现 老瑞和小美 惊喜他们找到了 一处隐藏的宝藏 随便找到朋友阿杰 将对方的娃杰金借来后 老瑞对黄金出现的地方猛挖 一个小时候 小美拿探索器开始寻宝 这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一颗金一颗金花 不断出现 各里边都是各种爱的不小 看来不是矿区太贫瘠 而这阿杰根本就不会搜啊 那这两人要跟进一步 往下挖的时候 黄金鸡突然无法启动了 这会挑手坏 两人会在对视着眼 情绪都十分低落 不过小美想的更多 但担心的是 黄金鸡损坏 要赔给阿杰不少钱 一想到刚刚挖到黄金 都要进入别人的口袋 他就更加紧张 幸运的是 这只烧蛙绝对的老毛病 阿杰到来后 十分清晰的就将先给修好了 并且这一次他并未离开 而却能留下来帮忙 一颗大金块 一颗大金块的出现 让三人的情绪来得最高 老二决定让阿杰体验一下这种感觉 没想到他也找到一颗大金块 此时阿杰激动了 眼泪都快流下来 他就过去追下来这么久 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红金 这一次估计可以回本了 但欢乐实话 走得胆转的 转眼一个周过去 老二将所有收购 到了电厂的 都说6盎司 186个红金 不但成功超过了目标 而且还多了一点 这一季两人总收获13盎司 已经是930克黄金 历时6个月 心里面觉得多还是不多呢 好了 稍稍休息 我们进行更新下一个 淘金冒行 注意看 眼镜这个管道工 因为受不了又脏又累 工资又低的工作 和同事辞职来到荒野挖黄金 在旁人眼里 这样的行为似乎有点故意冲动 但实际上 这位名叫现役的男人 在做管道工之前 曾经随父亲在荒野淘金过一段时间 不过当时因为设备太过落后 没有稳定的收益 所以不得已才放弃 虽然黄金没有挖到多少 但矿金却保留了下来 如今家庭中担 和人意上涨的黄金价格 让钱也决定再独一把 为此他还找来了 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伴纳尔 叫他来是有两方面原因 一是对方本身就是业余的淘金人 而就对方对金属探测器 等高科技设备十分了解 当然两人的关系 也是十分的要好 对于仙人来说 或许没有比他更适合的人选 这所谓万事具备 只欠东风 西安的指引下 虚宝队开车 抵达这片尘封多年的矿区 蓝尔先是下车环顾一周 然后便来到车子后面 踏开后备箱的门 蓝尔拿出了他早已准备好的秘密武器 由于资金有限 他买不起最新鲜的探测器 但既是这样 依旧花费了不少钱 重等探测器当然也可以用 只是对矿区的黄金含料 和虚宝人的耐心 有着不小的要求 在这种虚宝之前 探测器发出异响的并不是黄金 而是一颗小钉子 看手中的收获 那是心情复杂 一是他忘了 首先是第一次使用金入探测器 听不出黄金和金入垃圾的区别 而就是金子的收获 已经意味着 他们脚下这片土地 可能都被光临过了 那是担心并非空穴来风 因为接下来的时间 他们挖出了更多的金入垃圾 失望和质疑 让巡猫对两人开始绝望 这么大的矿区 不会一颗金子都没有吧 只想着 那是听到了他熟悉的声音 接购自他 这一次大概就会出黄金 最后他还能先帮忙 下来下来 谁看了 谁看了 真的是黄金 仙人拿着小金粒 放在探测器旁边 将探测器发出的声音 寄在脑中 可不看到 黄金个头虽然很小 带鸡蛋来的信心 却是一别无际的 又过了两个小时 仙人也发现了黄金 然而惊讶的是 他这个计划 竟然并未埋在土壤下巴 而金子躺在表面 可以看到的是 这个小金子 个头不算太小 希望队很开心 帮我身份 他们来到车子跟前 就算第一天的收获 第一颗小金子 重量为0.18盎司 也就是0.55克 按照当时 当地的金价算 价值超过了26美元 第二颗小金子 重量为2.66克 价值为121美元 如此大来 几天一天的收入 为147美元 有些差不多出来了 但俩人依旧面色能看 不过这所谓万事看都难 能不能发财 还得看看 接下来的情况如何 这应该是我见过 除了马里奥以外 最拼的管道工了 为了让家里人 过上好日子 这个没叫鲜言的男人 在知天命的年纪 竟然再次踏上 沉浮多年的旧矿区 当年他和父亲 没有找到足够的黄金翻身 这次有了高科技设备的加值 他要最后再拼一次 毕业这次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好同事纳尔 上周他们收获残淡 制造到了两颗小金子 价值仅为147美元 这样收入 只能支付燃料费用 为了找到更多的黄金 先带着纳尔来到了 矿区的另一个角落 这里是他和父亲 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先言坚信 父亲当初选择这里没有错 只是设备过于落后 才没有找到黄金 而近时不同往日 两人各自拿出 先进的金属探测器 开始寻宝 随着搜索范围的一点点扩大 纳尔对金属探测器 虽然有了反应 声音有点奇怪 杰伏对他 一时竟然听不出 是金属垃圾还是黄金 看来有必要挖一下看看 打很快揭晓 果然不是黄金 这一块金属签 他发出的声音 与黄金有点接近 这也是让纳尔 无法碰到的原因 开心不虑 纳尔有点失望 但天色还早 他转头又继续开始工作 快来到谢恩这边 此时他也有所发现 虽然依旧听不出 是不是黄金 但他还是很激动 命让他再次回到这里 他有种预感 自己肯定会有所发现的 不过眼下出来的东西 要让人失望 不是黄金 而是一枚蛋壳 转眼时间来到傍晚 俩尔在回去之前碰头 今天没有任何黄金出现 反而发现了很多千代蛋壳 俩尔也是疑问地看下谢恩 似乎想让对方给个解释 咱们此讲 谢恩自己也懵了 或许在矿区荒废的这些年 有人曾光顾过 如果单纯是打猎的话 也就算了 但如果是淘金同行的话 那黄金可能就会被偷走了 心不在意地回到营地后 先和纳尔抓紧时间补充体力 据说此地是纳尔的大北营 他由于淘金的时间 就住在这里 因为营地本身就建在矿区里 所以不用出门 就可以淘金 这可不是胡说八道 因为纳尔去年在脚底下 找到了不少金块 其实这片刻 坐不住的纳尔 拿出军友汤子戏开始前逛 本有已经送过好几遍的地方 不会再有发现 但实际上讲 汤子戏还真有了反应 声音听着很像黄金 大了其中的玩笑又挖掘 而与此同时 旁边吸引查清对方的取得后 也是赶过来帮忙 就过出现人的出乎机房 可以看到个头不算太小 估计有质压盖那么大 通常再次扑不出来 但价值估计得超过180美元了 说起来还真是有点反刺 本赛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收获 竟然不是在巡保队 满怀期待的逛区 仙音一时有点尴尬 甚至有点不好意思 好了这题 就过去出现 让纳尔一扫之前的疲惫 但或许人他自己都没想到的事 很快 他是继续发出了声音 这次听起来也十分笑黄金 至少仙音就在旁边没有离开 纳尔比让他帮忙挖去 两颗沾满泥土 激化出现 纳尔激动将其堆在嘴里 经过一番清洗 激化操在土壤下方的样子 终于暴露在两个眼前 很明显 隔壁已经超过了上一颗 价值估计就超过300美元 这下好 今天两颗激化出现 要去矛盾趁着提起精神 纳尔看来迷你挖掘机 准备继续找激化的踪迹 不得不说 有时候计划真的赶不上变化 第三颗大激化 虽然在房厂的旁边 方向直指 银底下马 纳尔河先言在开机制约也动起歪心思 然而他们并不想破坏银底 只是稍微平一下而已 不过今天太阳已经快要落山 动手肯定是不能动手 还是先集算一下收获吧 并且这次除了他们自己 观众也想知道 到底收获了多少个技 第一颗是3.8颗 第二颗是7.4颗 第三颗是30.38颗 不过第三颗情况特出 因为黄金和石银石融合到一起 纳尔估算 黄金的比例最多也就一半 差不多15颗左右 这样一来 今天总收获就是26.2颗 按照当时当地的金价算 到手差不多是1472美元 相比于第一天直接翻了10倍 虽然没有到想象中的报复 但已经让两人看到希望 下期他们要平盈地 最后找到更多大金块 到底是多重要的是 能让选宝队不信听着挖黄金也要去做 你绝对想不到 这俩人竟然在欢迎 捡到了一台废弃的筛矿机 虽然已经秀得不成样子 但现在坚信 只要他们稍微修复一下 就肯定还能用 事实上 关于这台废弃的设备 他已经猜点很久了 只要确认真的无人认理 他们才下定决心 将其给拉回来 所以在明天挖几机的帮助下 加国基的核心离间 车会被卡车给拖走 回去路上 俩人又嫌疯又激动 有了这台设备的驾驶 他们肯定能做大做强 再创回房 结果几个小时的长度跋涉 就要对终于抵达营地 刚一下子 他们就迫不及来 接着一路没有任何损伤 他们才放心 为设备寻找合适的位置 第一个考虑的要素 肯定是水源 随心 寻某人纳尔 挑这里当营地时 眼光很长远 旁边就有一个小池子 位置确定下来后 俩人就开始盘算 重建起矿工厂 需要的其他东西 这不盘算不要紧 一盘算吓一跳 除了他们刚刚拉回来的 核心滚筒以外 还有另准备料斗 电源 流矿糟和水泵 如果却卖新的 俩人肯定承担不了 但这所谓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现在这两年 一直在收集 跟陶级有关的费金数 最好型号和大小都对不上 但只需要纳尔 稍微改造一下就可以了 当然像水泵这种东西 肯定是捡不到了 俩人只能买台二手的用 结果两天的改造 小心洗黄工厂 终于大叫完毕 但更让人激动的是 竟然一次就点亮了 结果本次总投推 为一千多美元 相比其他同行 这个投入基本和 空主刀白狼差不多了 看流光早里急速水流 俩人心中成就感拉满 万事却被直欠东风 随后他们立马回到 上车发行机块的地方 那儿驾驶民进挖掘机 将可能还有黄金的矿砂 装进小卡车 因为没有装载机 他们只能人力 将矿砂丢进情况机 那因为淘金大业 已经正式步入正轨 但没曾想 一个小时后 意外还是出现了 由于他们抽的水过于浑浊 所以整个系统 都将面临堵塞 需要对分小关机机器修理 但换过四寸 发现根本没有那么简单 一番车的后 俩人决定先要设备 运行几个小时 看能不能出黄金再说 一个小时后 俩人关掉机器 开始整理硫磺槽里收获 但没声响 还没进行 最后的人工筛选 就已经看到了黄金 数量和个头都不错 好家伙没想到这机器 还真好用 这无疑给了俩人信心 也让他们各家期待 今天的总收获 接近后忙活了快一个周 马上就要到 接下答案的时间了 要还去换查收场后 奈尔将机器底部的 一个装满碎石的盒子 拉了出来 这里也要搜一下 大块的黄金 都可能被筛选到这里 将机到了地上后 奈尔大怪探索器扫过 这不扫不知道 一扫吓一跳 还真出金了 这是一个被黄金包裹的 声音声 通成金石音 可以看到 手表面的黄金个头不算小 所以经过车辆 本次总收获 是19.5克 按照当时当地的机价算 哥俩这一天的收入为 927美元 不得不少 如果设备 每天都带来这个收益 那这个赛季 俩人肯定能赚大钱 当然前提是 一切顺利 如何用极低的成本 挖球黄金 看看这两位 直接用捡来的废弃装备 搭建出一个 完整的洗矿平台 而更惧人的是 他们还真用它 找到了黄金 虽然第一天 只有区区的几十克 但这两位男人接近 接下来他们会找到更多 可或许 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 打脸来的有点太快了 今天刚起都没多久 G7就是问题了 还是以为水质太过浑浊 想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换成清澈干净的水 但说起来容易坐起来难 则是距离最近的城镇 一百公里 如果单纯靠运输 那成本能吓死个人 而就在两人 愁眉苦脸之际 仙人灵光一闪 想让他救抗区底下 似乎有水源 同伴纳尔激动拿出地图 仙人拼解记忆 指出大概的地点后 两人直接上车出发 没会他们看到了一个风车 先下方就是一口井 仙人俩有点激动 由于水质很深 看不见是否有水 纳尔只能拿出绳子测试 但谁曾想 等待他了 却是干得不能再干得枯紧 一瞬间 纳尔绝望了 慌悟间他干掉黄金松 在跟他告别 而就在两人又打到回府之时 仙人突然又想到 旁边还有个小紧 这样纳尔又气又喜 随后结果简单寻找 两人顺利在几个沸桶底下 发现了一个碗口粗的小洞 这次没再出乌龙 俩人打开后备箱 将管子插入洞里 接着打开水泵 几秒钟后 一股干净的水 从管子口喷出 进此场景 哥俩形容大石头 总算落下 幸福之余 甚至之间洗起了头 冷静下来后 俩只成最后一个坚决的任务 就是将水送到半公里外的营地 结果几个小时的铺设 干净的水终于抵达聚水池 一件最大的困难 已经解决 俩人很开心 虽然今天又浪费了 好几天的时间 但换来的 却是更长久的未来 隔天一早 哥俩满怀期待地 开始筛选含金矿沙 再再看 他们今天会找到多少黄金呢 转眼几个小时过去 机器停止运转 俩激动来到流矿槽 收拾战果 过程中 盘子里出现了大量的黄金 让兄弟俩激动不已 他们越来越期待最后的成果 看这个 第四圈显示1.8盎司 火车是克 也就是55.8克 不是很多 但也不少 不过想要翻身 还是需要更多 就和哥俩接下来的运气如何了 注意看 这片土壤下面 可能有大量的黄金 这哥俩准备将其挖出来 但炎热的天气和持续的高温 却正在摧残他们的意志 而这在他们想要停工休息的时候 那一周突然出现 家人的灭孔 一瞬间 俩人冲击提起精神 加上迷你挖鸡机 将大量的矿沙 装击卡车 当然卡车被装满 只是第一步 将其放在筛框机里 才是关键 都会上个周 已经解决水源问题 今天他们的进展 异常顺利 猜猜看 这倒没割了 最后能找到多少黄金呢 实际专业来到第二天 意外说来就来 原来现在俩忽视了 一个关键的问题 持续的高温 不慌人抵不住 机器同样也受不了 连接滚筒转动的皮带 突然断开 问题不大 换个新的就行 但倒没的是 哥俩没有备用的 以下只能去最近的城镇去买 虽然花不了几个钱 但耽误的时间 却是很珍贵的 客观来看 负责召开机器的 现任责任要大一点 于是他主动开车去买 所有同伴纳尔 互等了几个小招 新的皮带 终于送到他的手中 没有时间耽搁 他用最快的速度 真是给换了上去 目前能看到的问题 就是一个 机器是否有其他暗闭 连而并不知道 所以能不能启动 还得看运机 幸运的是 机器正常运行 再次通过工作后 连而不敢再有偷懒的想法 更加努力地开始投金 这次没出意外 几个小时候 他们关掉机器 开始查看本次的收获 好家伙 这次盘子里出现了 大量的黄金 看着他们不断挖掉的地方 还找到了金矿麦所在 想到这 俩人决定火力全开 但谁从想 第二天一早 水泵就罢工了 一开始俩人没当回事 毕竟是二手设备 有点小毛病属于正常 可进一步查看之后 俩人发现问题 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竟然解决不了 这次就得找专业的人修了 脚泵放在后备箱后 俩人没有第一时间送走 一来一去 一天的时间又浪费了 他们要晚上再送过去 现在要拿探子器 找大金块 还记得前几期说过 他们阴地周围就有黄金 而所有的时间证明 俩人猜测没有错 他们真有发现了 这一根黄金个头很不错 估计有指甲盖那么大 兄俩十分激动 毕竟这个金块 离明地更紧 看着他们睡觉的下方 就有大量的黄金 如果断断找到 估计直接就起飞了 直接找到了傍晚 终于到几段收获的时间 你觉得想不到 这一次俩人的收获为 1.57盎司 也就是48克左右 已经很不错了 看来如果水泵不出问题 他们应该能找到更多 黄金到底有什么魔力 即使飓风袭来 这哥俩要继续投金 此时他们正前往投金地点 看着路远边 七横八竖的倒霉书干 他们买里平静地 继续往前走 但眼看就要到达矿区之时 冰烟之路竟然被挡住了 这次情况 俩终于不能再保持平静 为了好大金 将拦路书给清理干净之后 倒霉哥俩 心中不自觉松了一口气 但他们还是轻松太早 说不知后面 还有更大的惊吓 正等着他们 很快 他们成功到达营地 但看到山黄金那一刻 哥俩都直接绝望了 连接散落一地 看起来似乎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难不成要提前回家了 沉默一会儿 俩人又突然释怀了 本来都是捡的装备 坏的似乎损失也不大 想到这里 他们睡觉没有那么难受了 所以我别合力 将铃铁都给安了回去 可能是设备 实在没啥地方能坏的 旭游州 竟然重新正常运转 哥俩有点不敢相信 大喜之下 也不敢再浪费时间 继续开始寻找黄金 读书风雨之后 能接到彩虹 这一次他们 能不能有大的收获呢 稍微剧透一下 倒霉哥俩 这一周的收成还真不错 谁也找一辈到下午 收拾流化槽的时候 先突然发出尖叫 同伴纳尔过来查看 看着盘子里大片的黄金 哥俩都激动不已 这才像点样子 但回到银地休息的时候 嫌不住的纳尔 拿出两根铁丝 还记得前面说过 他们的银地下方有大金块 因为两人实在太忙了 所以还没将房车给移开 但是并不妨碍 纳尔的好奇心 他真的想知道 底下到底有没有黄金 将两个铁丝 自然的搭在手上 他开始一步一步 往银地方向走去 结果有点出人意料 仅是接近房车 两个铁丝交叉到一起 纳尔有点激动 他像同伴仙人叫过来后 又给自己演示了一遍 结果还是一样的 先不说这个是否准确 就从这个变化 是不是也可以将房车移开 一探听劲呢 但纳尔没想到的是 仙人当场拒绝了这一请求 他认为两人目前有地方挖金 这件凭借山卦平台 远远不断地赚到了钱 没必要再去补一把 既然无法说服对方 两人就各退一步 驾驶歪机机 在房车周围开始挖掘 如果这些泥土里出现大量的黄金 说不定可以改变仙人的想法 新一串矿沙被送到山寨街更前 幸运的是所有的时间没出什么意外 很顺利地关掉机丘 两人迫不接着来到刘矿槽 查看收获 刚一蹲下 一切就出现了一抹金光 好家伙还真有金块 接着情况 仙人直接沉没了 随后便叫矿沙进步收集和筛选 结果依旧惊人 看着盘子里的黄金 两人都迫不接着想要知道具体有多少 2.18盎司 也只有67个的黄金 你之前每个州都要赌 看来纳尔的推测是真的 盈底下方真的有黄金 接下来就等先松嘴 他们就可以移开房车 在赛季结束前 将黄金一网打击 如果你住的房子底下有金脉 你会如何将黄金给挖出来呢 看看这哥俩怎么做的 自我得知盈底下方与黄金后 两人是夜夜都睡不踏实 也看赛季马上就要结束 今天一早 哥俩终于忍不住 要将银地给移开了 随着迷你挖金机 一点一点将银地周围的泥土给挖出来 两人的期待值也慢慢拉到顶峰 但你还别说 他们这一期收获还真不少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转眼时间来到中午 固定在地面上的几个支点都被挖出来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将银地产生零件 由于时间紧迫 所以俩人没有敢休息 敌人大太阳工作了好一会儿 急性的那儿先扛不住了 他最终离开几个小时候 看来一辆多功能的装载机 这玩意租金可不便宜 看来为了将底下的黄金都挖出来 这那俩也算赌上了一切 时间连续傍晚 第一辆房车终于被转移出去了 看着眼前的空地 哥俩连休息都没休息 那儿只有探测机 就开始寻宝 卑微等待他们的是夹着连车的大金块 但声声下 下一秒就被打脸了 探测机发出声音 可结果却是一文不值的金属垃圾 这次兴望 本来还信息失足的哥俩 一下泄了气 进入探测机 又发出了强烈的信号 声音听着很像黄金 一下子纳尔重新提起精神 依旧是金属垃圾 又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 现在旁边都无语了 他已经不敢想象 本次投资会损失多少 所有的时间 那儿只有探测机 没有再想起来 看着只能上设备 筛矿机一上场 管那什么大金子小金子 都要露出原形 转几天过去 这一种机器没再出什么故障 太过顺利 竟然也让哥俩有点不适应 不过他们的重心 还是在房车底下 到底有没有黄金 机器关停后 接着答案的时间终于到来 是笼子是马 很快就要知道了 让人惊喜的是 刘广槽里竟然出现了 不小的金块 这是前几个州 从没有出现过的情况 那儿此时快开心坏了 事实证明 他的绝地无比正确 但这还没完 在经历大块石头缠杂时 他们接连又找到了好几颗 个头不算小的金块 最大的一颗 甚至已经超过了300美元 中日记下表示 本次将会是一场大风收 离太阳下山 还有一个小时 很快 两人开始结算本次的收获 4.361盎司 足足135克黄金 算是之前的 这一季 两人总共找到了 10.37盎司黄金 已经超过了目标的10盎司 这就意味着 他们终于可以全职淘金了